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走八方 今天跟您分享我在巴黎的第一天参观卢浮宫 卢浮宫以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俄罗斯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和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 被译为世界四大博物馆 而卢浮宫呢,他的年访问量高达八百多万人次 远远地把另外三个世界级的博物馆甩在了后边 这里是卢浮宫的正门,拿破仑广场 位于中心的透明的玻璃金字塔 是由著名的美籍华裔设计师贝利明先生设计的 来这里参观呢,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提前在网上订好票 网页是非常友好的 有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所以你可以随意选一种语言 不过这个网站还是打到我了 成年人票价是17欧元 关键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免票 而如果你是欧盟的人员 18岁到25岁的人员也是免票的 还有呢就是 具有教师证的人也可以免票 另外呢就是低输入的人群 即便是你已经在网上买好了票 还是要在这里排队入场 不过好在是呢 它的入场的队伍是分时段的 你如果买的是10点的票 你就在10点的票的队伍里排队 所以其实速度还是可以的 不过后边会给你介绍一下 有另外一个入口 不需要这样排队 并没有这么多人挤在那里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来卢浮宫 还是想从它的主入口 玻璃金字塔进入这里 好好地感受一下 这个引起众多争议 但又得到和解的玻璃金字塔 还有一个引擎未表 就是我们今天刚刚飞到法国巴黎 手里还拎着大大小小的箱子 一直在担心怎么样参观卢浮宫 所以不停地在问 我们的箱子要存在哪里 其实你来的时候不必着急 从主入口进来以后 一直下到这里的最底层 -二层 那里直接就有存箱子的地方 还有提供你信息和地图的地方 罗浮宫呢 工人参观的地方一共有五层 楼上是三层 地下还有两层 在地下二层有餐饮服务 你也可以在这里搭乘地铁 当然这里也可以存包 有卫生间 不过我确实建议你 不要在这一层上卫生间 因为这一层人太集中了 而且卫生间也非常的小 我非常吃惊 这么大的一个博物馆 在这整个一层楼里面 就一个卫生间 一共就四个小门在开着 这是当时排队的情景 等了足足半个多小时 这是在地下二层 透过金字塔望出去 想来要保持这些玻璃的透明度 也要花不少的维护费用吧 这是在零下二层 可以存包的地方 我们是带着开日昂的箱子 所以体积上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是拖运行李的话 那要注意一下尺寸 在地下二层 还有一个信息服务台 你可以领取 罗浮宫博物馆的平面导览图 还是很友好 有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语 从平面图上来看 这里分三个馆 德农馆、蓄力馆 还有黎赛流馆 这三个馆都是根据 三个法国不同时期的 著名的人物的姓氏而命名的 在片头所显示的 镇殿三宝中的 蒙娜丽莎的微笑 还有胜利女神像 都是在德农馆 只有断臂的威纳斯 在蓄力馆 而又是在非常接近 德农馆的地方 所以我们自然首先就闯入了德农馆 一下子就进入了艺术的天堂 在罗浮宫的副一层 你可以租用罗浮宫的语音导览 每个人是五个欧元 当时觉得队伍太长了 实在是觉得没有精力在那里在排队了 于是我们就直接混入人群 首先进入艺术的殿堂了 另外呢 在这里的副二层就是存包的旁边 还可以为行动不方便者提供免费的拐杖 折叠椅 婴儿推车和轮椅 还有要提醒的就是存包的时候 要把充电宝水都拿出来 放在自己的小包包里 走上萨莫瑟雷斯的胜利女神台阶的时候 就听到咔嚓咔嚓的照相声 感到一股胜利的风吹来 说实在的 看照片的时候 我很难理解 为什么这个胜利女神是镇殿三宝之一 可是当助力以前的时候 才能真正体会到胜利女神的气场 不可一世的傲然雄风在空中飘荡 然后看到了这个有金钱味道的 金光闪闪的大门 直接通向了阿波罗长廊 这是路易十四召集了当时最顶尖的艺术大师 以精美绝伦的绘画 雕塑和镀金装饰 创造出的绚丽夺目的建筑内饰杰作 这里以太阳运行为主题 描述了一天中从黎明到夜晚的不同时刻 阿波罗长廊融合了大量的绘画 以雕塑作品 彰显太阳统治整个宇宙的雄魂气魄 也轰托出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无上荣耀 位于穹顶中央的巨幅画像 阿波罗征服巨蟒 是由著名的画家 德拉克洛瓦创造的 这幅画长达十二米 堪称浪漫主义绘画的经典之作 在阿波罗长廊里 还展示了法国王室的珠宝和鑽石的收藏 这是路易十五 加冕的时候所戴的皇冠 皇冠上相有282颗鑽石 其中有64颗都是稀有的彩色宝石 另外还有230颗珍珠 据说来卢浮宫参观的人 有95%以上的人 都是冲着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来的 跟团都匆匆略过 自由行的不断执着于各种迷路中 从转至满怀走到体力不支 不管怎样 大家一定是没有逛过完整的罗浮宫 我们则是跟着蒙娜丽莎的微笑的引导牌 一路走到了大画廊 这里呢集中了意大利的名画 为了创造出最佳的欣赏画的条件 拿破仑三世用他的御用建筑师 将大画廊的拱顶改造成了玻璃顶 让自然的光线由上而下 均匀地落在油画上 成功地避免了在画面上形成反光 这是蒙娜丽莎的微笑的展厅 你也看到了真是人头攒动 她在长廊的另外一端 要想看到她也不是那么容易 还要单独排一个队 才能凑到前面 尽管是前面 也各有一定的距离 罗浮宫始建于十二世纪末 是当时由法国国王菲利二世 下令修建的 最初呢 是把它用作防御性的城堡 以保护巴黎人民 免受外来的入侵 这一段呢 就是保存下来的 唯一的一段 中世纪卢浮宫的遗迹 穿过这一段仅存的 中世纪地下室内的 原城堡护城河的遗迹 尽头就是这座 尸身人面像 于是我们就沿着墙上的引导的标记 来寻找第三个镇殿之宝 进入了古希腊的文物厅 穿过这个文物厅到达尽头 就会看到米勒的 米勒的 维纳斯 展厅里汇集了 众多的古希腊雕塑的杰作 为了突出雕像大理石的白色调 展厅还特意选择了 红灰相间的大理石 作为这里的背景墙 米勒的威纳斯 这幅雕像 它是在爱琴海的米勒岛上 被挖掘出土的 自从它被发现了第一天起 就被公认为 是迄今为止 希腊女性雕像中 最美的一尊雕像 以圣灵女神相比 它表现出了另一种的情调 另一种格局 同是古希腊雕塑 艺术的顶峰作品 这座缺臂的 肉感的大理石雕像 讲述的是爱情的缠绵 和不可抗拒的人体美 常常在博物馆的外边 会看到这样高高粗粗的柱子 而在博物馆内 还是很少见的 这是卡雅蒂德展厅 建于16世纪 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 统治时期 是一间宽大的宴会厅 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后 这间用于演出的大厅 就成了国王的古文物藏石 展出的主要是 古罗马时期的复制品 从东面的窗户 可以看到方形中庭的全景 看完了镇殿三宝 似乎是完成了部分的任务 我们就开始云游 随意地走 随意地转 穿过一个个长廊 一个个大厅 被无数的金雕 细刻的天顶的各种装饰而吸引 一直走到小腿赚金 只好坐下来休息休息 真可谓是从躊躇满志 走到地老天荒 即刻交迫 据统计呢 罗浮宫目前拥有约61万多件藏品 其中呢 有48万多件 已经通过网络平台 展示给大家 占总藏馆的75% 而馆内呢 八个文物部门 展示了三万五千件艺术品 有人呢 计算了一下 如果把这三万五千件藏品 都看一遍 每一个展品 看一秒钟 这样的话 总共需要九个小时的时间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停留 一个藏品和另外一个藏品之间 没有什么距离 每一个藏品 只看一秒钟 你要花整整 九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这个假设的条件呢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比如说 你要看一下 蒙南丽莎的微笑 你可能要排队 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才能目睹一下 它的真容 到了拿破仑大厅 也就到了出口 这里是一个倒挂的玻璃金字塔 使得这里的光线非常的好 特别的通透 第二次再回到罗浮宫的时候 是跟着团来的 我们直接呢 就从前边这条街 你可以看到 这是罗浮宫的一个酒店 从这里穿过来 直接在这里乘电梯 下楼 又进入了一个可以购物的天堂 这里呢 也有一个卫生间 但是收费呢 是我们此行 收费最高的一个卫生间 是1.25个欧元 如果你进到罗浮宫以后 卫生间呢 是免费的 那又来到了这个拿破仑厅 从这里进入 只要你已经买好了票 直接扫票就可以进去了 不用像在正门 走金字塔那个门 那么多的人在那里排队 在罗浮宫的北面的这些街区呢 也都是商业街区 很多都是酒店或者餐饮 也有一些商店 如果你不习惯在罗浮宫里 吃西餐的话 那么在这里呢 也有很多的中餐馆 还有日餐和寒餐 供你选择 再次回到卫浮宫呢 因为是跟着团 只给了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这次 我并没有买卫浮宫的票 而是转了一转 这前边的街景 也是相当的迷人 今天的天气呢 比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 要好很多 这一次的计划呢 是转一转 这里的小凯旋门 以及它周边的卡鲁赛勒花园 还有呢 就是它的西边的杜勒利花园 虽然花园的门口呢 也有一个大门 但是这里并不单独收费 所以今天呢 可以免费在这里转一转 享受一下这个城市中的花园 杜勒利花园呢 原本是一个皇家花园 后来免费向公众开放 这个花园里呢 有许多17世纪的雕像 有露天博物馆之称 公园位于罗浮宫 以协和广场之间 另一边又一棒着塞纳河 坐在花园的喷水池旁边 是感受巴黎式休闲的 最佳体验 这个花园被认为是 巴黎最令人着迷的 花园之一 在两个喷水池之间 公园主中心道的两侧 还有露天的咖啡馆 甜点店 坐在这里 吃着甜点 喝着咖啡 享受着清闲的午后 好像刚才还在卢浮宫里 焦急地奔来跑去 妄想着可以看到 每一个展品 来到这里就变成了 慢节奏的生活 感受一下法国人的浪漫情调 一直转到了杜利利花园 西部的大门 从这里望出去 可以看到 西河广场 高高的方间碑 当然 还有到处可见的 埃菲尔铁塔 从这里登高望出去 就是塞纳河 拐过来 就是长长的林荫道 远处刚刚有点变色的树木 似乎都发着 罗浮宫金色的光芒 这里连明明茫茫的 喷水的装置 也似乎带着那么几分浪漫 很多的人 在这里绘画 看书 或者休闲 不太明白的是花园里 这个土路的设计 走下来一圈 鞋上也满满都是尘土 也许 这是原始设计的 人家这里走的路 就是跑马的地方吧 不像对面 卢浮宫 那都是砖铺的地面广场 当然这一路上也有很多做小生意的 你看看 这卖小物品的 还有画画的 这里呢 慢慢的越来越接近 小凯旋门了 花园 有了另外一种特色 这里应该属于卡鲁塞尔花园了 它紧紧的围绕着小凯旋门 也就是卡鲁塞尔 凯旋门 小凯旋门呢 它是为了纪念 拿破仑的军事胜利 而建造的 更以著名的大凯旋门 是在同一年设计而成的 并且呢 它以协和广场上的方间碑 和大凯旋门 同在一个中轴线上 从小凯旋门下穿过 可以看到拿破仑广场 和整个罗浮宫正门的全景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订阅 点赞 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